Hello, 大家好, 我是 Autodesk 的 Carol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 如何在 Rift 里面用 Dynamo 去自动化我们平时日常会做的工序 例如是可以透过 Excel 表 去申请一些 Level 或者图纸 我们平时做 Level 的话 当然是可以自己手动去 Create 或者我们可以 Copy 或者 Away 上去做 这些都是人手去做 然后再输入一些名字和高度等等 那今天呢 要介绍的就是 假设我有个 Excel 表 这个 Excel 表里面 我准备了 Level 名字和高度 这些高度是参差不齐的 距离 我先关掉它 我就要透过 Dynamo 去读 Excel 表 再看我们的 Rift 里面 做 Level 和 Floor Plan 出来 我今天是会用 Rift 2018 的 Rift 2018 年已经有 Dynamo 自动安装了 在 Manage Tape 里面 Dynamo Player 呢 其实就是说 当你写好了 一些 Dynamo Script 之后 不想开 Dynamo 的介面 然后呢 你可以按Dynamo Player 它就像一个 Library 那你指回你那个 Dyn 即是 Dynamo 的 file 那它可以自动 run 那个 Script 的了 如果没有 Input 的情况之下 就是自动 run 的 有的话就需要另外 再加一些 Attributes 去的 好了 那现在开 Dynamo 吧 我们开一个新的 file 其实呢 这个 Script 呢 就是这样的 整个 Script 呢 我们会有 10 个 Note 的 那主要呢 是分了 3 个部分去做的 那我们又做一做吧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输 要输入 Excel 的 Input 那通常呢 Excel 那里呢 那几个 Note 呢 就是在 Office 这里的 Office 这些位置的 Riffen File 啊 这个啦 接着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找回 其余那几个 Note 是对应回 它的 File Format 就是输入 的 那我们逐个做的 那我们逐个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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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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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如果你要读 Excel 呢 来来去去都是这几个 Note 的了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叫你指回 你那个 Excel 表的位置 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把这个 Excel 表呢 变成一个 File Object 就给后面这个 Note 去读的 好 接着还有一个叫 String 的 String 这个就连接到这个 因为它是要图纸 图纸 这个 Sheet Name 的 那要大小和 Space 都要 exactly 跟回它一模一样 那因为现在呢 我是 Diammo 用了 Automatic 的 Mode 就是我一路做的那些 Note 它就一路自动帮我 Run 那如果不熟悉 Diammo 的早期呢 那我们就用 Manual 那我们做好整个Diammo Script 才按 Run 就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黄色的话就是说 它有些资料缺失了 其他 Warning 那现在的问题呢 其实主要是说 File Path 这里呢 就差了一些资料 那我就 把 Excel 表的位置 告诉它 那我稍后呢 按 Run 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灰色的了 好了 做好了 第一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就 图纸起它 然后 Right Click Create Group 或者 Short T Control G 都可以的 那我们这里呢 就叫做 Excel Input 好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把我们那些 拿回来的 Excel 表的Data 就要整理一下它了 先看看一边 那我们找一个叫 List.Transferes 然后再把这个 排入去 标准 然后再把这个 排入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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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一个get-block 打0 remi color 让我们先弄弯它 弯弯之后,它变成灰色 你会发现如果hover在这个点 这些List的Data 如何处理Data,如何流向 你可以看到 跟我们刚才Excel表的是 一样的 现在所做的数据 可以看到 3和10 10000 是一坨的 即是打环是一坨的 现在做了 十对数据 你会发现最尾的数据是9 因为Dynamo这个program 0等于1 0是第一个start的数据 做了十对的数据 好了 我就要有一个transpose transpose 其实将 那个表 我不想它这样排列 我想将它 名为名 高度为高度 将Excel表 其实 现在这里有十对 我想把它调转 将AB这两对 就调向这个位置 10 就在后面的位置 就是把排列的方位 调转 就是transpose 的意思 Data Layout 但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没有变成的 之后呢 现在我有0和1的list 我再看 list.get item 这两个暂时没有东西 因为我还未告诉它 它会知道 我需要它是抽0 还是1 的数据 例如我把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 1 它就抽了一组数 一个是名字 另一个就是高度 我可以在这里 改名 list.get item index double kick 这个位置 它的title 好 我们这里给一个 organized data for level elevation 整个名字 organized data for level for level 给个字 不是恰当的名字 好了 最后一组 就是说 当我们在Data模 里面整理好 我们的list 之后 把这些数据 放到Data模里面 做一些指令 指令Rivet 是如何做的 就是有一个叫 level by elevation 名字 和 4pan view.byLevel 我们看看 接下来 这个意思 就是将 我现在叫Rivet Data模叫Rivet 看下来 看看有什么 出来 现在 你看到 Data 1次 之后 真的删除了 level 后面是ElementID 来的 我们去到Rivet 里面 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 那些level 呢 和Excel表 1万 4万 2 1万 3楼 4万 2 top roof 那就一模一样 但你会发觉 它现在虽然做些level 出来 但它的elevation mark 是黑色的 而旁边的projectpulsor 都未删成 一些4pan view 出来的 那我们要做多个动作 那刚才呢 这一粒 4pan view byLevel 就是要做我们 即将要做的 做一些 4pan 4pan view byLevel 好 我们再转一次 看看有什么 那它就真的做了一些 4pan view 出来 看看 那你看到呢 Rivet 里面 这个elevation 那些level 就变回了 蓝色的了 和 我们的4pan 这个projectpulsor 4pan 都全部 做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工序呢 都可以做到出来 那 刚才那个步骤呢 那 先 undo 现在 黑色这些 那我就要去 view 先 这个是manage 就是 addition rules Plan views 4pan 那你要在这里 这个位置呢 就自己 人手去 将回 那么多个 就是 4pan view 的 4pan view 两样都做到的 只不过 如果你用dynamo做的好处呢 就是 你这个script 其实呢 这个script 其实呢 是可以重用的 你写了一次之后 先写它 你写了一次之后 这个script 可以重用 那 它不同的 就是呢 每次都会有些不同的 就是 你这个file excel file 你指回Path 其他那些 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那你需要不需要generate 4pan 你可以 在这里加减 那个node 那 最后呢 将 node 整齐 它就是ctrl L 就是这个位置 它 缴node layout sort key 就是ctrl 就是一个 比较良好的 cratice 处理 整理 干净 node 那你就可以 把它save as node create level 我之前save了一个 那你会看到是dym format 存放 我第一次写了script 我想试试开一个新的project 我想用dynamo player去帮我做这件事 现在是一个新的project 我先按一下 如果你公司是自己写了 研究一些新的dynamo script 就建议你在版一个位置 等待dynamo player去读 我现在先打开图片 通常安装了就会有一颗sample dynamo script 我先不理会 sample好看多一次 在这个图片的位置 我现在的图片 就自己写过就放一张desktop execl data 我们刚刚做了1 我先打开图片 就是Level creation 和Excel file 我试试转它 看看有什么效果 走出来 它弹了Excel表 为什么它这么聪明 就会指了Excel表 就是在我刚刚写了script 之后 因为我们是刷了一张desktop 给它 那我们OK的 就交叉一下 那我现在就设定完 设定完整 那我看到了 这里放了一些 4PanMule Elevation 那里 那跟我们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 今天就是介绍 Dynamo Player 如何去帮我们自动化平衡工作 那今天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